继续,我们再来介绍语词精选第五组的内容 这个是两个字 第一个,forget it,forget就忘记 forget it,忘了吧,算了吧 不要再记起来,这个忘记吧 第二个,forgive me,原谅我 第三个,fuck you,fuck you,这是去你的 这个是不文雅的,所以我们尽量不要用这个 在很生气的时候才会讲到 这个就等于damn you一样 tama的,这个就是我们中文的讲法 英文就是用fuck you,damn it,或者是shit 这些不文雅,我们都不要学,知道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看例子,第一个,I feel sorry feel sorry就感到很难过 for是对于什么,后面加原因 for my rudeness yesterday rubeness就是很无理,很粗鲁 行为很鲁莽 这个我对于昨天的行为很鲁莽 感到很抱歉,感到很难过 那b就回答了,there's nothing nothing就没什么 那没什么,没有什么 forget it,忘了吧,忘了吧 过去的事就忘了吧,forget it 这就原谅人家,不要再想起 过去的事算了算了 再看第二个例子 please forgive me,forgive me是原谅我 那for后面就接原因 好,请你原谅我 因为怎样 taking your notebook 我拿走了你的notebook notebook是笔记本 我拿走你的笔记本 那么请你原谅我 b回答了,nothing 算了吧,没什么啦 forgive and forget forgive and forget就是 这个不计较之前的那个不愉快 就是原谅你 并且把这个不愉快的事情忘掉 我们就发现不计前嫌 这个是很有信凶开阔的人才能做到 forgive and forget 那么我们更补充 我们在讲话的时候也常常会听到 pardon me pardon me 通常我们用的pardon也是指原谅 原谅 对不起,原谅我 i beg your pardon i beg your pardon 大致上我们会用到pardon 音调上扬pardon i beg your pardon 这个internation 它的语调上扬的时候 是用在人家讲话 你没有听清楚 你希望对方再讲一遍 这个时候 你需要讲说pardon 或者是i beg your pardon 对方知道 他就会再讲一遍 他刚刚讲的话 不要讲 please accept my sincere apology apology apology就是道歉 请你接受我真诚的一个道歉 好,这个好用 你做错事情了 你要向你家讲说 please accept my sincere apology 请你接受我真心诚意的歉意 好,再看第二组的 get it 懂了吗 懂了吗 就是等于 do you understand it 或者是understand understand 懂了吗 get it get it 懂了吗 give in give in就是屈服 好,屈服 认输吧 give in give up就是放弃 放弃吧 game over game over就是比赛结束了 一切都结束了 game over 那这些都是两个字的很实用的一个简短的便语 用在口语上 我们看例子 第一个 that's why I resigned the job get it 那就是为什么 这个好 that's why 那就是为什么 I resigned the job 我辞掉这个工作 resign是辞职 resign the job 那就是为什么 我辞掉这个工作的原因 因为我用let's why 好 get it 懂了吗 知道了吗 我辞掉那个工作 原因就是这样这样这样子 get it 你懂了吗 第一回答 now I understand now I understand now I understand 现在我了解了 understand 我了解了 再看第二个 give it up give it up 就是放弃这个事情吧 好 这个 那看看 这个你在做什么事情 好 放弃吧 不要再做这个事情了 give it up 其实用give up就可以了 give up you won't have a chance to win 放弃吧 你没有机会赢的啦 这可能是比赛 好 放弃比赛吧 give it up you won't have a chance 你不会有机会赢的 b 不认输 no way 不行 好 no way 不行 不可以 我绝不认输 let's wait and see 这个都很棒 no way 是不行 我不认输 no way hey 算了吧 你要叫我放弃 哪个都没有 no way let's wait and see let's wait and see 我们等着瞧吧 我们等着瞧吧 let's wait and see 我们等着 然后再看看结果如何 等着瞧吧 let's wait and see 看这些好实用 好棒哦 好 再来我们看 第一个 補充也可以用 刚刚讲的get it 也可以用understand understand do you understand 了解了吗 you mean see 就让我看看 好 也可以等于let's see let's see 这两个是相通的 那我们来考虑一下 那我们来看看 想想看 好 英文就是let me see 或是let's see 那第三个 oh I s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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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懂了 不是说oh我看到了 不是oh I see oh I see oh我懂了 我了解了 我知道了 这个都可以用oh I see 好 这是第二组 我们再看第三组 第三组 很简单 我们常常会听到 good idea 好主意 嗯 这好的建议 good idea 你工作做得很好 哎呀 你工作做得好棒哦 我们就会讲good job good job 做得好 做得好 嗯 值得 这个 夸赞一下 好 竖个大拇指 you are the number one 你是第一等的 good job good luck good luck 就是 祝人有好的运气 good luck 祝你好运 good luck good taste good taste good taste就是好的眼光 good taste 好眼光 那另外有个go ahead 请便 请用吧 你要借人家的东西 好 人家就想说啊 请便请用 那就go ahead go straight 是往前直走 你要问你 哦 要去哪里 你要指导他路的时候 go straight 你就直走 到哪里 然后turn right 向右转 或者是turn left 向左转 那就是go straight 往前直走 go ahead 请便吧 请用吧 好 这些都很短 可是经常会听到 我们看例子 第一个例子 let's go out to have a big dinner 我们出去 我们出去吧 来 这个好好痛斥一下晚餐 have a big dinner have a big dinner 就是这个 吃的丰盛的 丰富的晚餐 我们出去 这个好好打个牙记 晚餐吃饱一点 吃爽快一点 对方听的 当然很爽嘛 所以他 他会回答good idea 好主意 只要你出钱就可以了 good idea 再看第二个来 i have to carry out the special work i have to carry out carry out 就完成实现了 我已经实现了这个 很特别的 很特殊的工作了 好 这个特殊的工作 特殊的任务 我已经实现了 已经完成了 对方就讲 好棒 good job 做得好 或者是well done 做得好 做得不错 good job well done 就是称赞人家工作 做得不错 都是用这两个 good job well done 背起来吧 第三个 你的ear win ear win就是耳环 ear是耳朵嘛 win就是戒指 耳朵的那个圆圆的那个戒指 那就耳环 Let the ear win look very good 那个耳环看起来很棒耶 很好看耶 look very beautiful 你就回答 good taste good taste 哎呦你好有眼光哦 买到那么好看的耳环 good taste 那么再来 May I use your telephone 这个要用圆形 挡错了 这个内饰注重词 所以后面用圆形 May I use this telephone 我还可以 这个 我可不可以用这 这支电话 这支电话 能不能借用一下啊 对方就回答了 go ahead 请便 请用 就go ahead 这些 这是简短的一个例子的说明 我们现在看补充 第一个来 good luck to you 这个 祝你好运 这是第一个 你要参加比赛啦 要考试啦 good luck to you 祝你好运 能够考成功 考好一点 或者是用副词 这个副词 老师讲解一下好了 副词就写完逗典 likely 很可能 逗典 unlikely 不可能 逗典 fortunately 很幸运的事 逗典 unfortunately 很不幸的事 逗典 基本上 这些副词 他是来讲解 来说明 后面这个句子的内容 好 希望后面这个句子的内容 是运气很好的 那这个句子的内容 是很不幸的 好 那么 后面这个内容是很幸运的 这个是很不幸的 好 我们就随便 这个 举一个例子 好 luckily 很幸运的事 他们被救起来了 they were saved luckily they were saved 或者是 they were safe 他们安全了 就他们安全 这件事情 是很幸运的 那如果很不幸呢 他们 比如说被杀害了 unluckily 很不幸的事 好了 这个他的钱被偷走了 好 那么 his money was stolen his money 或者是 his pulls 男的 我们用 his wallet his wallet was stolen 很不幸的是 他的笔包 was stolen 被偷走了 好 男士的笔包用wallet 女士的笔包用pulls 好了 其余就是 略推 记住 符词的作用 是来修饰后面这个句子的内容 你这样子就可以善用这些符词 可以讲很多的句子出来 好 看第四竹 help yourself 请便 这个是 通常用在 主人请客人吃东西的时候 请这个 这个自己来取用什么水果啊 饼干啊 或者是蛋糕等等 英文就要用help yourself 自行取用什么东西来吃 how low class low class low 等级 class等级 high class 就等级很高 low class 等级很低 还有how low class 后面又省略了it is 还有那个等级真低哦 how低级哦 how low class 那多高级啊 很高级啊 叫how high class 这是口语的用法 很好用 how you的 you的是形容词 很无理 比如说他好无理耶 他真无理耶 how you的he is how you的you are 你真无理 好吧 看 对 第一个例子吧 help yourself to the food 请你们自行取用水果来吃吧 help yourself to 后面加水果 那就是自行取用水果来吃 不要客气 好 B回答客人当中就回 thanks no problem 没有问题 我们会自己来 好 thanks no problem 没问题 我们自己来 好我们自己会拿来吃的 再看第二个例子 Did you see the way he spoke to me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way 这个way在这里不是当做什么 什么路上 好 不是 theway就是方式 你有没有看到 他给我讲话的那个方式 他给我讲话的那个态度 theway就是方式 态度 好 did you see the way he spoke to me 你有没有看到他刚刚跟我讲话的那个样子 hey the way he spoke to me 他跟我讲话的那个样子 好 第一回答 对啊 how rude he is 他真无理耶 只不可以对老师讲话这样子 这个声音那么大声 好 这样 did you see the way he spoke to me how rude he is 他真的很无理 好 这个就是 例子的解说 我们现在看一下补充 这边有一个格言 God 或者是hellen 天 帮助 those 这些人 什么人 who help themselves who help themselves 就是 帮助他们自己的人 天会帮助这些人 什么人 who就是讲这些人 他们帮助他们自己 那就天助自助者 背起来 God 或者是hellen 都可以 hellen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好 那第二个 help在感叹句 就是翻成救命 所以人家在淹水的时候 在溺水的时候 他说救命啊 救命啊 他一定会讲help help 这样 这是救命 英文就是用help 但是飞机跟船 哇 飞机快要失速了 船快要失速了 发出了电报 这个救命啊救命啊 这就是sos sos 它的含义大概就是save 解救 o是hour s是ship 解救我们的船 就像sos sos 电报一出去 sos就是save our ship 好 像铁拉尼号 他要沉默之前 一直发电报 就是sos sos 用电报 摩尔斯电码 好 这额外做一个补充 飞机跟船 大概会打出sos 那一般 我们这个冰盆雪地 没有人来来帮助你 用那个写字 寫help 救命 人家一看 哇马上就严重 好 再看最后 第五个啦 快点 hurry up hurry up 快点 那快点 我们也可以用make hast 不过我们很常用hurry up make hast 是用在写作方面 比较多 make hast 快点 hurry back hurry back 快点回来 那就快去快回 叫hurry back 好 这个就最简单了 问人家 时间多久 how long 距离多远 how far 次数 好 频率多少 次数多少 how often 数量多少 how many 那么 不可数的 数量 how much 这本身 就很短 但是 就已经是问到 这个题目的中心了 现在我们看例子吧 you are so slow you are so slow 你怎么那么慢啊 好慢 hurry up 快点快点 好慢 b b就回答 sorry 抱歉 my ankle hurts my ankle 是脚踝 我的脚踝在痛 my ankle hurts hurt 就是疼痛 抱歉 我的脚踝在痛 hurry back 第二个 hurry back 快去快回 i will be here waiting for you 我将会在这里等你 i will be here waiting for you 我会在这里等你 b回答 ok i will be back asap asap 好越快 越好 好我会回来 我会越快 越好的回来 ok 尽可能的快点回来的意思 so much as possible 好继续我们看补充第二个 英文有一个格言 这也是格言 haste make waste haste make waste 就是你充充忙忙 这个就会造成浪费 我们终于翻 欲速则不达 欲速则不达 太匆忙 反而造成了浪费 那就是你越要快 越是达不到 欲速则不达 第三个 why are you in a hurry 你为什么那么匆忙呢 in a hurry 是充充忙忙 你为什么那么匆忙呢 why are you in a hurry 好 这些啊 都是 都是两个字 可是呢 很方便 很好用的一个 简短的语词 精选第五组 要是就介绍到这里